对这次我会分享的这个是跟那个同样是跟媒介有关 然后是会从温度的角度去讲就是媒介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好也是这样一个时间点吧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种 现在的这种气候的异常 所以就是我会在这次分享的时候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就是前2021年的时候 Nicole她出版了一本书叫Media Hall & Code 会以这本书为中心 然后同时其实也会往前去追溯到 在一些就是媒介学家 其实她不是第一个人提出这个 就是从物质性的角度去研究媒介的热和冷了 其实在她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不少 就是跟这个热跟温度有关的这个这样一些理论研究 那所以这次其实会以这样几个角度就是也是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 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冷和热的这个研究是以物质和物质性为主题的一个跨学科研究方法 而非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 另外就是万物其实都和温度有关 那在就是这本书当中其实作者就有提到就是冷和热 它并非是一个中立的概念 并非是一个自然环境的向度 而是和文化实践和媒介技术缠绕 另外就是这个 由此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 现在的这个社会政治 其实早已成为了一种气候政治 于是呢就是作者他提出来的一个批判性温度研究 就是这种批判性温度研究 其实是在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对于热文化 热媒介热政治的历史梳理 把那个温度就是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中剥离出来 把它放置在一个就是随着情境而演变的一个历史中去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先介绍一下大概就是这个Nicole Starosky 他在这本书当中呢 他其实是第一次尝试把作为比喻的热和作为物质的热联系在一起 把这个建筑和恒温器制冷与制热系统 以及红外相机等等作为他所谓的那个热媒介 就是那个thermal media这个词 其实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这个thermal后面可以加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thermal culture, thermal power, thermal chronologization 就是他后面可以加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是他要从就是把这个热这个词给他普遍化,广泛化 那他认为就是这个热媒介其实就是能够标准化热传播的技术 就是面对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热的不敏感 他希望建立一种感知温度的模式 让我们感受到与热和冷有关的文化和政治实践 那他在书中呢其实他提出了那个就是文化实践和那个传播技术 其实都有自己的热环境 那热媒介呢其实在不停的运作 用来维持这种我们普遍的这种舒适标准的同时 他其实掩盖了温度的美学情感和政治含义 那热媒介在这个他制造的是一个温顺的热主体 就是那个thermal subject 他制造这种温顺热主体的同时 用舒适掩盖自己的意图 就是将冷和热之间的差异 这种温差当作了是一种纯粹的一种自然现象 并通过就是客观化中立化 这个我这个腾讯会议好像是有那个延迟 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延迟的那个 到时候可以他应该是会等下跳出来 我会就直接点继续应该就好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这个热媒介就是在 在试图去制造这种温顺的热主体的时候呢 他会用这样一种舒适去掩盖自己的意图 那从而就是把这种冷和热之间的温差 就是给客观化给中立化 以此他也掩盖了就是在这个热景观当中的这种不平等分配 和这种愉悦与痛苦的机制 那在这个 Nicole看来在这样一个以就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为标志的这种时代呢 我们必须要找到从这个文化政治和表征等方面去理解温度的一些方法 而不仅仅是从温度计上读取到的数据 那这个作者他也是 他是这个 现在是纽约大学研究媒介文化团播领域的学者 那他其实也是这本书就是The Undersea Network 这本书之前杨老师有推荐给我去读 我大概就是稍微翻了一下 就是他这本书是在他在2015年的时候 publish出的这个就是海底电了 海底网络这一本 他这个也是从 就是我们看这本书会发现就是这个作者 他的一个研究的路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 就是他就是从这个基础设施 去对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互联网世界 这样一个就是所谓这种无限世界中的那些 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媒介 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重新的在关注 这个其实这本书其实就是他把这种海底 就是他追踪了这种就是在这种跨太平洋 南太平洋沙滩上的那个的着陆区域 就是一直到这个海洋深处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电网络 然后把他们就是带到这个媒介研究的表面 使有线网络的物质性可见 在这里他其实勾勒出的是一种就是电缆网络的文化历史 地理和环境维度 那他在这里呢就是认为这个电缆 电缆暂去的环境是这个历史和政治维度的 网络以及连接的实现是通过技术文化政治和地理的协商和操纵实现的 所以从他2015年的这一本书到他2021年的这个媒介的热和冷 其实都可以去 我们会发现就是你扣他的这样一个研究方法论 其实是没有变的 在这个Media and Code里面 他也是从这个基础设施出发 把这些设施作为一些案例 然后把它们放置在这个一个大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当中去进行考察的 所以这里就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他要把冷和热把它从象征的层面拉到物质性的层面 那象征的层面我们很熟悉了 就是McLuhan他说的那个热媒介和冷媒介 那那个McLuhan的那个热就是热媒介 我们知道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是电影照片这种就是高清晰度 但是低参与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是低参与度的这样一个媒介 那相对的那个冷媒介呢 就是它是低清晰度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是高参与度的这样一种媒介 那比如说像是我们这种书本上的这种 然后还有这个电话电视 这些在他看来是冷媒介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把那个把这个媒介的热和冷 是放在了一个象征性的层面去考察的 那另外其实他还Nicole还提到了一个这种象征性层面的一个例子 就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他曾经其实也有提出来过 就是比如说他认为就是热 就是他象征的是一种就是在在在那个就是文化传播上 或者是说在那个文化的开放性上来说 热象真的是一种更开放的 更能够更就是进就是develop更快的这样一个社会 而冷呢往往被就是归纳为是这种惰性的 慢的更就是更inclosed的这样一个社会 因为这个他也就是会就是这两者就热和冷 常常会用来比喻一种就是可传输性嘛 就是热会认为是一种他的传输性更强 而冷呢就是他的传输性更弱 那这些就是都是这个象征层面的 但是在这里Nicole他要从这个象征象征的这个层面去跳脱出来 他要去回归到这个热和冷最根本最本身的一个 他们的这个物质性上面去 那这其实不是他的那个 他不是第一个人提出来 早在就是Lisa Hishan就是这位 他是一个建筑师 那他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 他在他的这个建筑中的热情去这里呢 他其实已经有意识到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在这本书当中 他其实就把那个温度作为了一种建筑当中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去进行考察 他指出这个就是建筑设计当中有一些这种温度的缺失 比如像就是依靠这种中央空调去维持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呢 会使得人们在这样的舒适度当中丧失了对于温度的感知能力 造成一种单调无聊的温度感受 那他在这里也以比如就是炉火桑拿 罗马玉和日本玉厂伊斯兰花园 作为一个就是他所谓的热感愉悦 就是这个thermal delight的一个原型 去围绕这些就是围绕这个就是热感愉悦 他发展了这个仪式 加就是在这种就加强在热体验当中形成的一些情感和仪式纽带 所以在这里呢他其实就提出了那个热象征主义的过时 那就是现代主义当中对于这种供暖系统空调和这个密封性的建筑的强调 实际上破坏了我们的这个热适应和感知机制 然后后来在这个另外一位建筑师另外一位学者 他叫这个Bunleon 他在2012年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一个thermal esthetics 就是这个热美学的概念 他这个热美学跟那个Lisa Hichon的那个 那个就是热delight 热愉悦相非常类似 他强调的就是在建筑空间中 这个温度在那个审美上的一个意义 比如他我当时有翻 有大概翻看他一篇论文 就是关于这个 他在这篇论文当中首次提出了这个热美学 那他其实举到了一个伦伯朗这幅画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如何从如何去观看这幅画 他用了两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对于这幅画的一个分析的类比 第一种观看方式就是我们艺术史上比较惯用的一种分析的方法 就是从这幅画的这个明暗对比 他的这种光影 他的包括整个 这个图像学的等等的方面 就是以一种非常 非常学科式的理论化的方式去分析这幅画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是另外一位艺术史学者 曾经在论述 大概是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艺术史学者吧 曾经在论述这幅画的时候呢 他是从这个温度的角度去说的 就是他先提到了 就是在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女佣 这个女佣呢 他我们会看到他其实正在给这间屋子生火 所以呢 这里有一些微弱的这个火光 然后这个火光呢就照亮了上面的这些 比如这些 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这个 他手上其实还 另外一只手上还拿了一个水壶 正在烧水 然后上面有一个那种黄铜色的那个 一个小烟囱还是什么 然后正在反射着这个炉火的光 然后呢 一位哲学家在这个光 在这个中央就是 正在沉思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focus的那个点 就是在于整幅画给人 带给人的这样一种温度感 就是他说 他就是这幅画他所激起的一种 你所谓的这样一种温度的美学呢 他其实是更具有感染力的 就是他说 我们可能可以就是从这样一个生活的画面 我们会我们也许我们会联想到 可能这位女佣正在给这位哲学家 就是可能正在准备晚餐 那也许等他从他的这个meditation当中 醒来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享用一顿非常温暖的晚餐 所以他从这样一个就是 这样一种就是很 用一种很温馨的 从一种很感 很有这种感染力的这种一个角度 去分析了这幅画 那他在就是这个作者呢 就是他在这里 他在他的这篇论文当中 用了那个三分之一的篇幅吧 就是写到了这幅 对于这幅画的一个理解 从而把这种热美学带出来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那个就是Eva Holm 他也是一位媒介理论研究者 Eva Holm他提出来 就是与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个热愉悦或者是热美学 不同的是 他要用这个 他要用这个热的概念呢 去强调一种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意识 所以他更加关注的是 热本身的一个属性 他认为热会融化一切边界 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 更是概念层面的 比如人和自然 体内和体外观察与想象 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边界 他其实在就是Eva Holm 他其实举到了艾利亚松的 Weather Project这个例子 去说明就是热是如何去融化 这样一种 人和自然之间的边界的 那这件作品 其实我们大家也会比较熟悉了 他2003年的时候 给Tate Modern的一个 就是一个Commission项目 他在这里其实通过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到了那个 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模拟的那个 就是各种 就通过各种LED灯 去模拟了一个黄昏时的景象 然后那个天花板上是 就是那个天花板是那个 就是玻璃 玻璃镜面的 所以就是观众看到的 就是一轮看上去很像一轮巨大的 那个日落的这样一个景观 然后同时会有一些 整个的那个展厅里面 会有一些烟雾 人造烟雾出来 所以他整个营造了一种就是 非常就是应运的这种日落氛围 那在Ivonne这里呢 他也借用了艾利亚松的这个例子 去说明就是比如说一个艺术作品 他是怎么样可以通过 他们的这个实践来让我们去 重新的认识那些我们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认为就是理所应当的一些 这种自然景观 或者是这个自然现象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就是学者 是那个新加坡的一位叫曾若辉 他曾经他和这个Tim Winter 我把贴上来就是这个Tim Winter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是关于这个热现代性的 所以他在这里呢 就是是他们提出的这个热现代性 是针对这个东南亚国家和城市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新加坡 其实包括香港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整个就是那个 就是他们是处在一个很热的地方 但是他们整个那个室内的空调系统 其实都开得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那个室内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到那边之后 那个走进每一个室内 其实我都会感觉非常冷 那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曾若辉 就是通过就是整个新加坡 这样一种广泛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他提出的这个热现代性 其实就是从就是热带城市中的 这个空调去着手 他们就是认为这种环境控制技术 比如就是这种空调系统呢 让人们对于天气季节 室内和室外的这个认知 都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 这种一切原本不可控的一些气候因素 因为这种环境控制技术的介入 而变得可控 那空调所以就成为了 这种热现代性的一部分 那这个其实他也把他跟这个后职民 也把他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是我对于那个 我对于就是在这个就是之前 在妮蔻之前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学者 对于热媒介的一些研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那在妮蔻这里呢 她提出的一个 她提出了一个热权力 就这个thermal power 这个热权力 他描述的就是一种不均匀的分配机制 就是温度管理是如何定义了主体 产生客体 然后将二者定位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格局中 那热权力也是被作为一种生命权力的运作形式 成为就是管理和调控生命的一个手段 在这个过程当中 热政治也作为一种死亡政治运作 同时热权力的主体 它不仅仅是人类 热媒介建构和解构环境 是几乎所有工业和后工业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的交流形式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范畴 事实上热媒介常被用来区分生命和非生命 也是这个波维内力他所称的这个地本权力的载体 地本权力就是之前在有一次分享的时候 我有提到过这个波维内力的这个地本权力 那他这个热权力也和也跟这个就是能源权力一样 就是通过那个燃料和电力运作的一种政治权力 热权力它由这个媒介 它是由其媒介定义的热和冷 通过温度的调节 它在所有的这些领域 比如生物领域 地质领域和能源领域当中 去实施权力 所以这里我们会理解 为什么他所说的这个thermal 这个温度和或者是说这个热和冷 它不是一个自然现象 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 而是它跟我们的这个文化社会实践 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从而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热的殖民化 那这个热的殖民化呢 就是我刚其实也提到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位学者 曾若辉 他所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 那他所说 Nicole他所说的这个热媒介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标准化热传播的技术 他制造这种温顺的热主体 那他把这个热媒介呢 就是分为了三种类型 一个是对流媒介 一个是传导媒介 一个是辐射媒介 每一种热媒介 它其实都是一个权力分布的机制 那这里面呢 其实就包括了 比如像恒温器 热射线 红外摄像机 制冷系统 那这四个 其实也都是他在他的那本书当中 去比较多的有去论述的 那同时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了这个热传播的一些关键的特点 因为他就是 我刚刚讲到他在方法论上面了 就是Nicole他是尝试要把 用于研究信息的那个 就是传播学理论 把它运用到这个热传播上 所以他在这里 其实总结了几个热传播的几个 关键的特点 那一个就是 就是在所有的这种热传递当中 热通信通常都是无意识的 我们不会选择就是以口头 或者是书面语言的这种方式 发射热量 那第二个是热传播 它很少是分离的 或者是说它是 或者是它是单独的 它具有可识别的起点或终点 就是热刺激的感知呢 我们对于热刺激的感知 更多是对环境或者是强度的感知 所以它是通常上来说 它是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热媒介 它常常就是要通过 校准的过程来塑造热主体 比如说像那种恒温供暖系统 空调 就是我们 当我们接受这种热信号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根据所处的这种热文化 就以不同的方式就会受到温度的影响 比如像这个视觉 其实就跟视觉和听觉一样 就是个体对于热传播的理解和感知 实际上它是一种情境化的知识 第四个就是对冷和热的感觉 是由特定的身体来决定的 就每一个身体对于热感知 它其实都是受到了过去的这个文化环境的制约 那第五个是对温度的感知 不仅仅是外部状态的感知 同时它也是对内部环境或状态的一种感觉 也因此呢 它跟这个就是主流的那个 媒介研究当中的一些感知模式 是有所不同的 那它在这里其实也引用到了像 Lisa Herschel 还后这个刚提到那个Bonleon 以及Karen Barad 比如说她在这里说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Karen Barad 她提出的那个intra action 就是那个内动 之前有讲到过的那个内动的那个概念 就是在Karen Barad认为就是纠缠 它不是任何一种连接交织或者是缠结 它不是说假设了那个独立的个体 相互结合 而是说存在本身 它就不是一个个体的事物 所以Niko她在这本书当中 她描述的这种热量的纠缠呢 其实跟Barad的那个 就是那个intra action非常相似 就是这种身体存在和过程 它跟这个热和冷之间也存在的这种intra action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是对 然后第六最后一点呢 就是由于这个热量的那个纠缠 温度其实从根本上影响了物质核实成为媒介 就是说这个热和冷 它其实是改变了那个物质 它的那个会改变物质的形态和转化 就是它决定了温度 温度会决定物质何时能够就是转化 能够沟通 比如说像是就是温度 它会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持续时间 设定了一个条件和限制 这些比如说 然后在那个一个极端寒冷的天气下呢 就是那个比如说印在那个 就是纸上的文字 或者是这个电子屏幕 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或者是说机器过热 也导致就是基础设施崩溃等等这些 这些都是就是从根本上去决定了物质 向媒介的一个一个一个转化 所以呢在这里 它要提出来的是一种气候变化的问题 就是气候变化 它不仅仅会改变这个 这种热传播 它或者是改变这个热媒介 它还会改变所有的中介过程 那在这里 所以她提出了 就是妮蔻她提出了一个 冶金学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她试图希望从借用冶金学的 那个就是她的那个逻辑去 提出她的一个就是 她的一个研究方向 就是将就是以冶金学的这种方式 把她提到的这个各种 就是热媒介的案例 把它们放在一起 进行一个就是 进行一个论 一个论点 那我们照野金学里面 其实有一个比较重 就是一个核心 就是它不同 就是把不同的金属 不同的物质 进行一个焊接 那其实这个焊接 就是通过热量 去融化物体的边缘 然后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那热这个词呢 它本身其实就跟热 本身一样 它融化了现有类别之间的界限 从而呢 试图通过这个 妮蔻试图通过这个 去创造一种 能够去面对全球变暖的 一个话语体系的 那在这个 其实德勒兹和加塔利 它在清高原当中呢 其实对于冶金学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冶金学当中呢 其实这个能量实体 已经溢出了 预先设定的物质 质的变形 或转化溢出了形式 那它需要 希望用冶金学的方法呢 将这个 就是历史材料组合起来 这些材料通常 就是不会被联系在一起 那妮蔻她把这些例子呢 就放在一个 就是放置在新的条件下 希望实现一种 质的transformation 去激活 它们之间的一种联系 那这个概念 将这个热与文化 或者是媒介分析的 现有领域 联系起来了 那这些媒介分析的 现有领域 其实也是 它的一个 研究的领域 就包括这个 主体 信力 欲望 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 那这个是 有就是 在她看来 有助于一种 融合研究领域 在这个方法论当中 就是温度 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 而是在分析过程中 缠绕于其中的 一种东西 那它这里会 我给到几个 就是它在里面当中 几个比较重点的 一个一些例子 一些概念 但不是全部 就是其中有一个 是这个热吸引力 这个热吸引力 其实就是热和冷的 一种感官愉悦 那它在这里用到 有一个就是这个 Code Sportation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中文可以叫什么 我其实查了一下 我好像只有 是它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Terminology 但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对图像 声音 建筑和技术的 一种冷却效能的 一个榨取 或者是就是从中去 谋取利润 去谋取一种感官的愉悦 比如它这里提到一个 1910年代到30年代 兴起的一个雪景电影 但我查了一下 就是我搜了一下 这个Snow Films 我不知道是不是 在电影史上 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历史 但我后来就是 也找了一下 找到了 找了蛮久 找到了这两个例子 就是 就是可能是 Nicole说的 这个Snow Films吧 就是一个是 这个1926年的 一个 一个纪录片 就是叫这个 阿拉斯加探险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1933年 有一个 片叫SOS Iceberg 这两电影 就是在时间上 也是这个 Nicole所说的 这个Snow Films的 那个时间段 就是说在那段时间 这个Snow Films 非常的流行 然后这些 这个在它看来 就是是一种 Code Exploitation 那这种 这种视觉呈现 它其实是以一种 触感视觉 以眼睛本身成为了 触觉器官的形式 去传递一种温度感知 与此同时 那个时候的 电影院的那个大唐 也会装饰一些 很精致的北极 或者是南极 一些场景 然后广播节目呢 也会去 传播一些这种 极地叙事 其实这个呢 就非常像是 西方殖民者 他去到 他对于 比如对于东方 对于他者的一些想象 所以他说在这个 跟其他的剥削形式 非常相似 这个Code Exploitation 它其实就是 使观众能够消费 这种温度 这种冷和热的差异性 在感官层面上 将殖民合法化 那以及他提到了 在这个 就是这个Code Exploitation 在现在的一个 就是表现 就是这种定制化的 冷却系统 直接作用于身体 比如他提到这个 Emble Wave 这个这是一个App 就是这个App 是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App 就是我们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设置那个温度调节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种 缝在甲克里的 这种个人空调 就是它可以 就是跟 就是就是实时的 就是你可以出门在外 然后你实时的调节 你身体的那个 身体的那个温度的 与此把这个身体 跟数字化的 这个热循环相连接 这个是它所谓的 这个热吸引力 那还有一个呢 与此相对的 就是这个热暴力 热暴力 它提到的是 18、19世纪的 美国南部 那个时候还是 种植人经济的时候呢 就是奴隶主会使用一种 叫做那个 Sweat Box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Sweat Box 去对黑奴 去进行一种 就是惩罚 或者是甚至是杀戮 就是他们会把 黑奴放在这个木箱里面 然后呢 把他们放在一个 就是酷暑的 或者是非常严寒的 环境当中 又限制他们的饮食 然后这种方法 以这种方法去实行 就是去 从而就是对于 对黑奴去实行 实施惩罚 那很多时候 其实人是没有办法 挺过来的 所以很多黑奴 就因为这个Sweat Box 而死 那在这个Sweat Box呢 也被用在一些 这个监狱当中 就是监狱 有对待犯人的时候呢 也会用上这个Sweat Box 所以这个是 他所说的一个 热暴力的一个 非常直接的体现 由此呢 Nicole她提出来说 就是有必要 要发展出一种热自治政治 那在另外一个 是她提到的这个 就是跟那个媒介 跟那个就我们 一般意义上的那个媒介 直接相关的 她其实比如 她有提到这个热射线 就是那个在军事当中 用的比较多的那个 还有就是像红外照相机 那她也提到了 就是在COVID-19的时候 这个红外照相机 其实被大量的使用 通过就是测试你的温度 然后来定义 你是否是一个健康的人 然后你是否允许 被进入公共场合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就是红外照相机 然后呢她也提到了 这个数字媒介 就是数字媒介 对冷却的巨大需求的 一个普系 普系学上的一个研究 它是从这个 第一台空调开始 就是第一台空调 是在1902年的时候 就发明出来了 那当时其实制造这个空调呢 它一开始的 最根本的一个愿景 不是说让人感到舒适 而是说 它要通过这个空调 来去稳定这个工厂的 那些媒介的 比如说像那个纸 就是那个报纸 因为那个时候的 就是如果没有空调的话呢 大家发现那个报纸 就很容易就是纸张变形呢 然后变得很皱啊等等的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就有了空调去稳定这些媒介 如果就是包括 如果没有这种 稳定的一个温度的话呢 流声机也会膨胀收缩 然后电影的那个 电影它就是那个 采用的那个film 也很容易就是过热 所以就是像早期的 这个空调系统呢 它是为了这个媒介生产 和制造而降温的 从而使这种就是 就是标准化和速度 成为了可能 那空调它对于这个 媒介的那个保存 也有很大的一个 推动作用 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 一个温度的话 那很多的媒介 很多的档案 文化历史就会完全的消失 所以这个数字系统呢 其实就是建立在 媒介冷却的悠久历史之上 我们如今已经无法去 忍受这种热波动了 因此呢 就是媒介的物质性的 这个发展轨迹呢 它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从能够承受 不同温度条件的技术 转变为了一种 完全依赖恒温的媒介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提到这个 Code World 就这个韩代 有一个说法 就是叫类似 就是文明韩代发展说 就是说这种 就是这种文明的发展 都是就是从 比如说在冷地方开始 然后那种热的地方 往往认为是 更认为是uncivilized 这个是就是 非常早期的 就是就是比如说 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 一些这种 这种偏见 那这个媒介的 这个韩代的发展历程 也是一项就是 社会工程 它把这个技术呢 就是塑造成了 这种形态 然后所以让这些 拥有稳定的 电力基础设施 稳定的能源资源 和特定气候的地域呢 就有了特权 那这样一种就是 就是那个 普系它其实展示的 就是热基础设施 如何不仅仅是通过 冷和热的这种感官形式 而且通过在制造 分销消费和保存过程当中 对于传统媒介运作的调节 来塑造传播的 所以正如这个温度的历史 它和通信系统的历史 是纠缠在一起 那媒介技术的历史呢 其实也是一部温度的历史 那在这最后 其实我会想要再推荐一本 跟这个 其实跟这个 Media Hot & Code 是属于同一个 是同一个系列 叫那个Elements 这样一个系列书籍 然后这个是 在2022年的时候呢 一位就是日本裔的学者 古田百合子 他publish的这本 气候美界的书 关于那个跨太平洋的 就是在那个大气控制当中的 那个跨太平洋实验 就是古田百合子 他在这里 他在这本书当中 就是追溯了 就是从20世纪初 一直到现在 这种日本帝国的建设 和与这个美国冷战联盟的遗产 把他们就是扩展到了一个 就是媒介研究的 媒介研究的范畴 去考虑对地球大气 进行化学调节 和社会调节的技术 那他重点关注了 那个日本的科学家 技术人员 建筑师和艺术家 与这个他们的美国同行 一起监测和改变 室内外大气的努力 古田百合子 在这本气候媒介当中 他是研究了一系列的技术 比如说像是这个 人工降雨降雪 然后用于这个天气预报 和天气控制的 这个数字计算 用于城市规划 和执法的控制论 同时他也提到了 这个一位日本艺术家 中古富二子的 那个物雕塑 以及像这个metabolist 就是日本的一个 一个建筑上的一个movement 他们的那个建筑实验 来描绘被他称为 气候媒介的地缘政治背景 那在这里 对 那在这里 就是最后我其实会提到他 我觉得他在这本书当中 一个非常 非常精彩的一个论述吧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例子 就是日本艺术家 中古富二子的 那个物雕塑 他在这里没有去 不是从艺术的角度 不是从审美 或者是美学的角度 去讲他的这个scope 而是他从 他去追根溯源了 他的这个物器的 这个技术的来源 他的父亲是 就是中古富二子的父亲 是中古雨吉郎 中古雨吉郎是 二战时期日本一个 非常重要的物理学家 那有趣的就是呢 中古雨吉郎 他是第一位发明出 人造雪花晶体的 这么一位科学家 那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 就是古田百合子 他在这本书当中 整个去追溯了 这个中古雨吉郎 他的一个就是研究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发展历程 就是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被 他是为日本军方工作 就是在二战时期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二战还没有结束 然后日本是作为 我们叫他们 他是作为就是 那个同盟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给日本军方研究的是 就是在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就是空军 给空军做研究 就是如何去驱散掉 就是如果在大雾天气的时候 如何去驱散掉空气中的大雾 让飞机就是更顺利的降落起飞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然后后来 案战结束之后呢 因为日本的那个 因为日本遭到了那个 美国的原子弹的袭击 所以呢就是日本需要重新 就是去发展他们的那个农业 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 那这个时候呢 中国羽姬郎呢 又被日本政府就是派往去 就是研究就是 如何通过这个物 来去更好的保护这个农作物 然后让农作物得到量产 然后再到后来呢 他又参与了这个 整个就是在整个的冷战时期呢 中国羽姬郎 他又和美国的 又和美国政府机构合作 去共同去研究 研究就是跟这个 跟那个物 跟那个物和那个人造晶体 有关的一些这个研究 同时也是 也是同样也是作用于 那个空军 空军作战当中的这些 然后所以就是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梳理下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 等等这些 包括他跟美国军方之间的 这种密切的合作 以及他后来受到了 美国军方的资助等等 然后最终就是成就了 中国羽姬郎的这个 这个对于人造晶体 对于那个人造物器 对于大气控制的 这样一个非常卓越的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呢 就pass on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他的女儿就是这个 日本艺术家 钟古夫二子 那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物的雕塑呢 就是从美学上 是非常美的 就是我们会看到 他2022年的时候 也是他在那个哈卡V 做了一个最新的 一个回顾展 然后那个就是 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基本上大家其实都是在说到 就是从美学的角度 去说到他的这些 物的雕塑 那古田板盒子在这里 非常非常 以一种非常不一样的 这种方式呢 去就是去探究了 他的这个 这种就是生产 他的这个物雕塑的 那个机器 以及背后的那些 那些科研成果 是如何得来的 就是他 钟古夫二子 为了让他的这个雕塑 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这些物器更加的真实 其实他也咨询过 非常多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家 那在为他提供 consultant的那些科学家当中呢 其中就有他父亲的两个学生 而这两个学生呢 也曾经积极地参与到过 就是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积极地参与到了和美国军方的合作当中 所以在这个 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 这本书当中 这个古田他论述的这个 这个是从 就是视觉化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 视觉化大气的同时 其实也在操控着 大气的这样一个面向 去对中古夫二子的这个 那个物的雕塑 去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但是他在这里 他也说他没有要去否定 他的作品当中的那个 aesthetic 那个美学的那一面向 只是他希望能够从最基本的 比如从基础设施的研究 从对science and technology方面的研究 以及从对地缘政治方面的研究 去让我们重新的来 看待这个中古夫二子 他的这个作品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连接到 我之前讲那个就是 Think Tank Aesthetics 那个智库美学当中 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 对于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些讨论 对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